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塔 最近天气又开始热了起来 最适合吃凉拌菜了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我自己也很喜欢吃的 泰式凉拌海鲜冬粉 非常清爽又开胃 重点是呢,还能当成第一只瘦身餐 一只两得 准备大约80-90克左右的冬粉 用冷水浸泡开来 千万不要求怪用热水泡 很容易粘成一团哦 海鲜的部分呢,这里大约有15只虾 平常虾买回来之后 我都会先用剪刀剪掉尖锐的地方跟长须 这样日后再烹调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接着去掉虾头的部分 懒得处理虾的话 现在超市都有去好壳的冷冻虾仁 这些虾头先保留起来 之后可以拿来煮虾高汤 剥虾壳呢,可以从中间第三节的地方开始剥 接着从虾角的地方开始剥壳 顺着下来把虾尾拉扯一下 虾子就剥好啦 虾从中间剖开一刀 帮虾开一背去除藏泥 你也可以用牙签来剔除藏泥 今天买的虾还蛮干净的 藏泥不是太脏的样子 像这样虾仁就处理好啦 天气热,记得把虾仁先放到冰箱冷藏备用 接着来处理透抽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一张厨房纸巾垫一下 把透抽的皮拔掉 接着把透抽切成圈 不要切得太粗 小朋友咬起来也会蛮累的 透抽的量大概就两条中型大小的量 海鲜非常怕高温 记得处理好之后 要赶紧的放冰箱备用 今天准备的材料不多 大致上有这些 材料表我放在资讯栏 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 洋葱切掉头尾 接着剖拌 侧边的地方先切几刀 洋葱顺文切 逆文切都可以 可喜欢顺文切的口感 买不到紫洋葱 用黄皮洋葱也是可以的 把切好的洋葱放到冰水里 先让洋葱浸泡一阵子 这样可以减少洋葱的呛辣感 小黄瓜去掉头尾 接着从中间剖拌 再斜切成薄片 不喜欢吃小黄瓜的话 也可以改成任何喜欢的蔬菜 小番茄大概准备15-20克左右 1-2颗的柠檬或者莱姆 集成汁备用 辣椒切成细圈的样子 吃辣的人也可以省略辣椒 但是酱汁里的味道会少一会 蒜头大约3-4半 排列开来 剁成蒜末 先切几片姜片 等等要煎烫海鲜用 接着来调酱汁 今天海鲜沙拉的酱汁非常的清爽 糖的部分我用的是椰糖 你也可以用任何喜欢的糖 在柠檬酱汁里放入辣椒 酸末 还有椰糖跟鱼露 像这样搅拌搅拌 酱汁就调好啦 这里起一锅水准备来烫冬粉 水滚了之后暂时先关火 把刚刚泡开的冬粉 直接放进热水里面烫 如果你家里有热饮水期的话 直接烫30秒也是可以的 烫到冬粉像这样 透明的样子就可以拿起来了 烫好的冬粉表面黏乎乎的 记得放到冷水里面来清洗 把冬粉表面的黏液洗掉 让冬粉吃起来才会伤口 洗好之后沥干水分备用 先另外起锅水 水里加入几片姜片 一点酒去腥 水滚了之后 先把佳仁放进来烫 擀一下 接着把透抽放进来 两样海鲜大概烫一分钟就差不多了 看到佳仁都转红就表示熟了 把海鲜立刻放到冰水里面来降温 保持Q弹口感 这边大概泡一分钟左右 准备一个大盆子 把洋葱丝放进来 接着放入小黄瓜跟小番茄 还有刚刚的海鲜 洗好的冬粉 把这些料先稍微的拌一下 这样等一下会比较好调味 接着就可以把这些酱汁通通的倒进来啦 最后再把香菜用剪刀剪一剪 不喜欢香菜改葱花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香菜比较搭喔 但沙拉有一个重点 就是用双手来拌 会更均匀更好吃 好啦,有没有很简单呢? 像这样,超级清爽又好吃的 泰式凉拌海鲜冬粉就完成啦 每次住着到海鲜沙拉 我自己都可以吃上好几盘 不仅有低脂又鲜美的海鲜 还有爽脆可口的蔬菜 哎呀,看得我肚子咕噜咕噜的叫了 那我又开咚咚咚 嗯,这个海鲜好新鲜 好好吃喔 冬粉也丝丝分明 尽赏不油腻 搭配酸酸甜甜的酱汁 超级开胃 像这样,尽赏又低脂的餐点 我可以一周吃好几次都不会腻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让更多人看见优质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